電腦床4,500條群底短片 基督徒籌4個月 聲稱進藏嫁會規條 與女友無婚前性行為的基督徒被告 早前認了日一項有違公德行為罪 與一項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罪 昨天有二十多個親友教友賭亭支持他 律師求情一時說 他已有悔意主動向牧師求助 知道自己有性沉溺 已接受教會社工專業輔導11次 為決心改過 還承諾不再搭港鐵和刪除手機的拍攝功能 但裁判官說 被告除了港鐵犯案 在辦公室開會都在桌底偷拍 判他入獄4個月 又說他表面是教徒 直至在東鐵失手被捕 先揭露他的另一面 認為被告需要專業輔導、君子問題 案情說 29歲的被告去年8月2日 在火炭站扶手電梯偷拍36歲的女事主 被便衣探員斷正 警方在他家的電腦 發現超過4500條群底片 揭發他偷拍18個月 4500條群底片 老闆 在各種對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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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抗 撻手